立陶宛政府是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 我们看到班人在昨天晚上的已经发表了谈话 表示强烈的抗议 想问中方会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应对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 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 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性质极为恶劣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立方负责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我们要求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 妄图 斜阳谋独 是打错了算盘 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至于中方将采取何种必要措施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立方咎由自取 必将自食其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